温格艾基森 憨愣的英国菜鸟特工 约翰·马克尔维奇 诡计多端的法国商业巨头 由温格艾基森饰演的特工强尼英格利西 热爱着间谍工作 梦想着能够当情报员 然而由于强尼搞错了前铁门的密码 使得一号特工缺氧死在水中 又由于他的监管不严 所有的优秀特工都被炸弹炸死 中情局无奈之下 只好让唯一存活的特工强尼 代替一号特工的工作 强尼的理想终于实现 强尼受命要保护皇冠 长官告诉强尼 维修皇冠的主要赞助商是法国商人沙维奇帕斯卡 并命令强尼去伦敦塔监视皇冠的接木仪式 当晚 强尼来到了接木室 遇见了罗拉·坎贝尔 以及法国商人沙维奇帕斯卡 正当沙维奇发表演说时 有人偷偷潜入 剪断电线 令全场停电 黑暗中 强尼失误打约了安东尼上校 并为了隐蔽失误 假装有刺客出现 而当女王到来时 强尼才发现 网关不见了 长官要求强尼描述刺客的长相 强尼乱说一通 当强尼和助手伯夫调查现场时 两人看到了窃贼在地上挖的大洞 两人通过洞找到了窃贼 却又让窃贼跑掉了 强尼误把参加一个葬礼上的人们当作窃贼 令人体笑皆非 此时沙维奇拿到了皇冠 并制作坎特伯雷大主教的面具 来筹划自己的登基 强尼向长官报告幕后黑手可能是沙维奇 但长官并不信任强尼 强尼在停车场获了袭击 但是却又一次的让犯人逃走 强尼和伯夫秘密潜入沙维奇的大厦 并发现了沙维奇找人假冒大主教的事实 两人还发现了沙维奇的阴谋 他要统治英格了 并把他培养成可以源源不断提供恶棍的巨大监狱 正当两人遇到危险时 罗拉出现救了他们 并说明自己是巴黎国际刑警 三人来到沙维奇的宴会 这彻底激怒了强尼的长官 强尼遭到停职 示意的他一蹶不振 与此同时 沙维奇知道强尼知道的太多 改用了B计划 销毁了大主教的面具 直接要挟女王退位 而沙维奇理所当然的成为了继承王位的第一人选 这时罗拉找到强尼鼓励他练他振作 并重新参与世界 强尼也知道了罗拉对自己的情谊 两人潜入了沙维奇的巨大城堡中 强尼以为自己偷拿了记录沙维奇邪和计划的光盘 然而他拿错了 两人都被沙维奇抓获 就在遗弃好像绝望的时候 助手伯夫到来救了被囚禁的两个人 三人来到了沙维奇的加冕仪式 强尼因拿错了光盘而不能揭穿沙维奇 就当沙维奇要成功时 强尼将沙维奇踢走 王光阴差阳错的带到了强尼的头上 成为国王的强尼逮捕了沙维奇 最终女王获救并重新登机 强尼获得了绝世称号后 和罗拉来了一场愉快的旅行 《看斗特宫》是一部音火喜剧电影 也是罗温·艾金森的主演作品之一 该片于2003年上映 曾获2003年第16届欧洲电影奖提名 关注微信快看电影365 输入电影名称 就能看到完整版了 顺便发行电影